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小镇解析卡这个频道 天气越来越热了 到底初夏开始穿什么呢 那我呢 最近就去了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西班牙品牌 Massima Tutti的官网上逛了一大圈 发现他们的初夏新品真的太好买了 又买了一大堆 那么今天就迫不及待做一个影片 来看看我这次买了哪些好看的单品 那么先出结论 他们这一季的亚麻单品 哇 真的是绝美啊 而且颜色版情都是无话可说超激动的 好了 老规矩所有能够买的的单品链件 都会放到YouTube的描述框里面 大家只要点击more更多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我是小镇解析卡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 我也开通了海外购物群 在海外的朋友呢 只要加这个微信号 X的解析卡说品就可以进群了 那我们就开始了 首先第一件呢 就是我身上的这条红裙子 是不是很好看 其实我特别喜欢红色 而且红色又是今年春夏的一个流行色 所以我就一直心心念念 想买一条红色的小洋装吧 但是呢 其实红色小洋装还挺难买的 因为很多这种类型的衣服呢 都感觉过于隆重啊 日常穿总觉得有点违和 对吧 但是我身上这一件红色的小洋装呢 就不会 它呢 是一条比较日常 可以一套就走的裙子 很正的红色 我黄皮穿也没问题 显得神采飞扬 极简设计没有多余的细节 裙子是斜材的 再加上面料有筋骨感 所以上升能够帮助塑醒 不怎么显小肚子 裙子最大的亮点呢 就是这个靴尖设计了 能够露出瘦瘦的肩膀 显瘦同时呢 还给裙子增加了看点 腋下的开口也正好不会太大 88%亚麻含量 上升感觉很干爽舒服 裙子呢 有自带褶皱一样的质地 丰富的细节感让人很惊喜 长度到小腿中间 两侧有开叉 方便我们大不流行的走路 同时还能够展现 若隐若现的大长腿哦 增加了一点点性感 这条裙子吧 外面披个西装就可以穿去上班了 而日常呢 去公园散个步啊 逛个街 或者说去海滩玩耍 都可以单穿这条裙子 比普通的白裙子呢 更有热情 也更有个性 这条裙子我穿M号正好 好喜欢 第二件呢 是一件红色上衣 又是红色了 今年真的中了红色的毒 它跟我身上这条裙子的红色呢 是差不多的 也是那种颜色比较鲜艳的红色 上身显得很有个性 很热情的 我喜欢它的这个大翻领设计 能够露出锁鼓来 利用障眼法 轻松显瘦 而且这个设计呢 是可以根据你的实际需要来的 如果你想要性感一点呢 就往下拉一点 或者也可以斜一点啊 不对称 这样就很耐看 衣服呢 看上去有一点点像针织衫 其实它是100%全面质地的哦 稀湿排汗 夏天穿也不会觉得闷热 完全OK的 真的太喜欢这件了 因为大家可能感觉到 因为我的锁鼓和肩膀特别的瘦啊 所以这件衣服就可以帮助我 最大程度的扬长臂段 这件呢 我穿M号是正好的 同款呢 还有白色 棕色和黑色 我觉得还是这个红色最好看 搭配前面那一件红色上衣的这条白裙子 我也蛮薪水的 不过呢 因为这条白裙子 我订大了一个 好 所以上身效果呢 就没有那么完美啊 大家勉强看一下 它看上去呢 像华夫真知质地的 但其实是100%全亚麻的 夏天必备 直筒版型 下面呢 稍微有一点点偏A字的 自带松弛感 有一点皱皱的纹理感 让裙子显得不单调无聊 基本款呢 也可以穿出时尚感来 而且这种皱皱的质地 还不容易透肉哦 后面有开叉 走路方便 这条裙子呢 我穿M号是正好的 再说一遍啊 版型偏大 大家定小一号就可以 对了 另外再说一下 这条裙子 它虽然是白色的 不过它是做了一个双层的设计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会透出内裤这样的问题 大家可以放心穿 这条裙子应该是夏天非常实用的 又凉快又好看又时髦 好了 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还没有关注这个频道的朋友呢 记得动动手指 关注小郑杰西卡这个频道 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 再接着的呢 是这条灰绿色的长裙 我跟大家讲 我在官网上看到这个颜色 就被撩拨的不能自已哦 我特别喜欢这个灰绿色 是介于浅卡 起色和浅灰色之间的一个颜色 闷闷隆隆 就是很优雅的感觉 而且呢 这样的颜色也蛮适合夏天的 裙子的手感特别的好 顺滑细腻 有一种哑光高级的质感 自带一根腰带 给裙子增加了亮点 整体呢 就很有女人味 很柔美 这条裙子是M号 我又买大了一号 所以显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大 有一点点宽哦 所以大家买的时候呢 可以买小一号 效果会更好一点 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裙长了 我觉得长裙就是这样 也很有味道的 特别的浪漫为美 对了 我还漏了说一点哦 就这个裙子呢 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它的这个面料 其实是有一点点纹理感的 因为否则的话 就是很平的 这种纯色的裙子 看上去就会有点死板 但这条不会 上身依然会很灵动 就是因为面料 它是自带这种激励感的 哎呀 我就想说 Macy Maturity的 衣服的单品质量是真的不错 各方面的细节啊 还有面料 都是考虑的相当周到的 这条我很买一波 这条因为太大了嘛 所以我订了一个S号在路上 再接着呢 又是一件亚麻单品哦 就是这一件亚麻衬衫 白色亚麻衬衫 可以说是夏季必备 我居然都没有 我只有一件蓝色的 所以这次就想买一件白色 来补充下我的衣橱哦 但是啊 这件衣服 不知道为什么 版型严重偏小 我订了一个6号这件哦 但是上身特别的拘谨 很难受 我已经订了一个10号在路上了 但是因为做开箱影片 实在来不及等了 所以我就先拿这个6号 给大家做一下上身的演示吧 100%亚麻 而且这个亚麻呢 面料非常的好 它不会像有的亚麻那么的硬 它还是比较柔软 而且呢很轻浮 摸着手感也很好 但又不会太软 就这样软啪啪贴在身上 暴露身材缺点嘛 还是有一定的筋骨感的 米白色夏天穿 非常的合适 上身轻松 而且有old monday的风格 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 衬衫的纽扣多打开几粒 袖子呢要卷起来 才能够穿出松弛感来 对了 这件衬衫的纽扣位置呢 开得也不错 不高不低正正好 还是那句话 这件衣服的版型严重偏小 强烈建议买大一到两个号 否则像我这样上身 我们上海人叫可可可 就显得比较正式矮版 没有那么好看了 再来一件白色上衣哦 夏天我特别喜欢穿白色的上衣哦 因为这样比较清爽 但是我打开衣橱一看哦 发现全部都是青衣色白色的tank背心哦 太休闲了 而且没有什么设计感 容易暴露身材缺点嘛 但是这件就相当不错 它呢是一个挂薄露背的设计 哇我好久没有穿如此陆肤面积那么大的单品了 我们来看看 它呢是自带针织纹理感的 所以让白色上衣呢也会显得很生动有趣 不会那么无聊 虽然呢面料有一定厚度 但其实它是有71%的棉质成分的 上身并不会觉得热 挂薄加上露背 宽松版型 上身很显瘦 这件衣服呢我穿empo 但是感觉好像有点太过合身了 我觉得可能在买大一号才会穿出那种慵懒感来 大家觉得呢 不过这件白色上衣非常好搭配哦 你看我随便就选了一条这种绿色的阔腿裤 就能够穿出那种夏天的时髦氛围感来了 这件我很喜欢 接着又是一条这样的中长裙哦 那这条长裙呢 跟前面那条灰绿色的长裙相比呢 颜色更加偏灰一点点 而且呢 它的面料呢 是有一点点这种粗粒的感觉 不像那条灰绿色的裙子是很顺滑的 完全不一样的质感 88%的亚马 裙子呢 是自带这种很粗粒的纹理感的 直筒偏A字的版型 对身材要求不高 这条裙子长度呢 对我们亚洲女生也蛮友好的 不会像前两条那么长 我1米66穿 正好能够露出脚踝的 这条我穿M呢 也是稍微有点大 我感觉他们好像裙子的版型都偏大哦 上衣的版型们都好像偏小 还是我身材有点问题还是怎么样 好了 那我会把所有的 我穿的单品的尺寸 最后不要到描述框里面 大家可以去拿来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好的reference 最后一届的又是红色 跟我身上这件红色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红色针织上面应该很实穿对吧 但是这件呢我其实有点小失望的了 我觉得这件是属于可买可不买 但是因为买了嘛 就给大家上身看一下效果吧 它是亚麻和棉的魂纺 上身还蛮舒服的 传领设计 优雅又有一定的露肤度 这一件呢是M对我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小 缺少了那种夏季线山独有的潇洒 所以上身有点拘谨的 另外我感觉红色衣服呢 还是要买稍微有点设计感的 就比如说我之前那一件大陆肩的 这样的会比较出彩一点 而这件极简款的线山呢 就感觉太普通了 还是那句话可买可不买吧 好了一口气看到这里 大家最喜欢其中的哪一件呢 这次我买的东西都很满意哦 可惜有几件尺寸不带对 虽然有一些尺寸对的单品 已经在路上等我收到之后呢 也会陆续拍照给大家分享的 好开心啊 好了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喜欢这支视频呢 也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 如果还没有关注这个频道的朋友呢 记得动动手指一定要打开小铃铛 关注小郑解析卡这个频道 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 那我们就下次见哦 拜拜